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季节啊 咱们今晚看看吃点啥 今天的话我花了二十万钱买了两斤的这个小缩鱼啊 这种缩鱼的话 这个博法庵特别多 天津这边的博法庵特别这种产这种缩鱼啊 这个缩鱼长大的还是挺大的 长大的有好几斤呢 这是它的这个比较这个比较小 现在可能出的这个季节可能就是比较小一点 这种东西它就生活在那个海河相间的地方 就是那个一般说是两河水吧 就是海水和那个淡水结合的地方 行了 咱们往来给它烧一下 烧一下这种小鱼 来调那个缩鱼啊 给它炖一下 炖个缩鱼 做一个 堂屋这边那个海边人尝试的一种做法啊 做一遍 然后咱们再来一个蒜苗 蒜苔啊 蒜苔 再来一个蒜苔 蒜苔的话 我花点五花肉啊 从冰箱找一块五花肉 晚上炒一下这个蒜苔 这个应该是不错的 金酒不酸呀 非常好吃 然后今天爷爷去买了点这个黄那个丝瓜啊 这个丝瓜 买了三个丝瓜 这丝瓜到时候晚上看要不要给它做一下 要不要给它做一下 是做个汤还是炒个鸡蛋 没想好 等我再说吧 先给它搁一遍 咱们简单的研究一下 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先还是老规矩啊 先把那个鱼给它收拾一下 看吧 先把那个鱼给它收拾出来 哇 这个鱼的话是有铃的 这个鱼 这种缩鱼的那个肉质啊 非常的鲜嫩 也叫细了啊 而且没啥刺 孩子吃也没什么问题啊 我一般每年的话都得买不少 都得买不少 它这种鱼的话 其实很少 反正也有活的 但是很少 一般那时候出水归火 它就死了 咱们呢 给它把这个鱼给它 所以这个鱼不好活 看吧 先来直接给它冲洗干净 香 特别漂亮 一条小鱼 香 整个给它弄出来了 弄出来 咱们再给它冲一下啊 清洗 冲洗干净 好 这话呢 还给鱼扎了扎了一下 它这个鱼齐啊 特别尖锐 所以洗这个得注意啊 这个扎一下还挺疼 咱们来给它冲洗干净 下 下这点就行了 接下来咱们来准备一点炖鱼的调料啊 洗点姜 这个姜都必不可少了 再来点蒜 这个蒜有点少啊 等我再找一点蒜 洗点蒜 再来一点大葱 大葱给它表皮给它剥掉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从中间给它掰断 等我放点 放点这种大葱还挺香 下 给大葱给它切一下 然后咱们蒜给它 稍微给它拍一拍 刚才蒜有点少啊 所以我只找了一把 差不多一头蒜的 一头蒜差不多 把那个蒜给它剥掉 蒜皮给它去掉 直接把蒜皮去掉就行 拍完之后它会容易包一点 容易包一点 而且这个蒜的咱也不用整个 所以拍碎了也挺好 但这种蒜的话不要不要给它做成蒜泥 稍微大一点 稍微大一点 不给它包掉 最后一点 下 给它包完了 包完之后咱们把这姜就给它切一下 看了吗 这个姜 再切点姜 切点姜 放一点蒜 接下来咱们再就找一点 找一点花椒大料 来一个大料 再来点花椒 还有这种青色的小麻椒 小麻椒可以来一点 蒸太多 稍微来一点就行 行 咱们开火 先把锅给它烧热 油烟机给它打开 接下来咱们来割点油 割完油之后 咱们转小火 转小火 它让它放入 咱们把这个姜 还有花椒给它换 炖子也给它换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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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炖子也给它炒一下 炖子也给它炒香 再给它炖香 可以换一点盐 换一点盐 一块炖 说这个鱼要稍微咸一点 稍微咸一点 因为海边这个口都比较重 所以这边的风味一般来说都会咸一点 有一种咸香味 先给它炒香 咱把这个花椒大料 大料就是八角 都给它炒香 香气不错 接下来咱们再割一点豆瓣酱 放一点豆瓣酱 一块炒 关小火 然后我们就调一点干辣椒 干辣椒放个像是四五个吧 放个像是四五个 给它炒一下 把它煸出点香味 干辣椒差不多之后咱们开始加水 稍微剁来一点水 然后咱们跟它扣上盖子 大火把水给它烧开 锅已经开上来了 炭炸之后咱们开始下小鱼 咱们把这小鱼啊 看到吗 先好的小鱼都给它倒进去 整个给它换一去 放进去之后咱们搁点料酒 搁点料酒 去去腥味 放一点老抽 放一点老抽 上点颜色 再放一点生抽 提提鲜 好 像这样咱们就不用冻上了 现在咱们把那个大葱给它放进去 再把大葱给它散进去 好 给它扣上盖子吧 炖半个小时 先下来咱们来处理素菜啊 把那个五花肉给它泡一下 拿水给它泡一下 稍微给它画一画 泡一画 接下来 咱们再继续处理这个蒜苔 给那蒜苔前面给它切了一点 一般来说前面都有点老 所以我们给它切了一点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尾巴这块给它揪掉 蒜苔炒肉我跟你说绝对是绝配 每次每次炒这个话 咱们都得吃一大盆 如果家里有豆干的话 其实可以再放点豆干 放点青红椒 放点红椒 应该准确的说 味道会更好 但是我考虑今晚孩子的话 它太小了 不太适合吃 所以今天我们有些菜的哦 基本上能不放辣椒 放辣椒 来咱们给它 切一下 这样洗的话方便洗 给它上面一斤都给它解掉 像这个一把的话差不多五六块钱 一把五六块钱也都是一斤哦 我感觉 也都是一斤 给它冲洗干净 其实这个蒜苔还是算比较好洗的 基本上给它表面那个浮灰给它冲掉就可以了 行 接下来咱们再处理这个丝瓜 三颗丝瓜给它切 给它削一下 皮给它削掉 皮给它刮掉 哇 这个刮皮刀可真是好用 非常锋利 这个丝瓜一般都挺大的 但这个丝瓜不知道为啥会这么小 我一般很少看到这种小的丝瓜 我看这丝瓜又长又长又大 像这种弯弯的 有点像黄瓜的感觉 这个丝瓜 咱们把这个皮整个给它刮掉 咱们把这个皮整个给它刮掉 但是挺嫩的 做实话 这个丝瓜还挺嫩的 丝瓜皮给它刮掉 再把刀把它前后 前后咱们都给它削掉 看到吗 削掉就行了 看起来不错 挺嫩的 行 咱们先把这个丝瓜给它切一下 我已经给它整个削完了 让它给它洗干净了 洗干净之后 咱们先把这个丝瓜给它切一下 丝瓜 咱们直接切片就可以 因为这种丝瓜也不大 所以咱们直接给它切片 在家基本上就可以做一个 只要被切太厚 稍微薄一点 就挺好 非常嫩的 非常嫩 来 咱们给它收到菜盘里去 这个菜可以最后炒 因为这个丝瓜非常容易熟 咱们可以放在最后炒 好 接下来的话 咱们来处理这个 蒜苔 看到吗 蒜苔 蒜苔 我们给它切断了 蒜苔 我们来给它切断 稍微给它捋一下 稍微短一点 这个菜不要切太长 但是也不能过展 过展架不起来 就得控制好 这个还是很简单的 让咱们找个菜盘 给它收起来 给它收起来 最后咱们要处理这个肉 把这个肉 稍微我们给它冲一下 冲完之后拿过来 给它切一下 咱们来处理这个五花肉 五花肉前面有点瘦 把这瘦肉当中给它切下来 这个肥肉我们可以给它煎油 像这样 炒这个蒜 炒这个蒜苔的时候 最好是割一点五花肉 给它炸一点这种做油出来 咱们这个菜做出来特别有味道 这还有一点瘦肉 瘦肉咱们可以稍微切小一点 好 像 给它搁一边 给它搁一边 这边还有点姜 切一点姜 等会呛一下锅 行完成 行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看一下锁鱼怎么状态了 好香啊 这个锁鱼 注意它背后锅 现在还可以 水已经不多了 咱们敞着盖给它收下汤 让它那个热气蒸发一样 这样的话这个鱼也不容易腥 好行了 小弟啊 这个锁鱼已经做好了 哇 这个汤啊 感觉也说的差不多了 咱们现在转个盘子给它盛出来 来个大盘 咱们把这锁鱼直接给它倒出来 哇 哇 看着就香了 看着就不错了 哇 满满一盘啊 非常香 顺手咱们撒一点小葱 给它点缀一下 撒一点小葱 好 像这样就OK 非常香啊 行 接下来咱把锅给它刷干净 锅给它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咱们搁点油 接下来咱们来炒一个五花肉 炒蒜苔 放一点油润一下锅 先把五花肉给它放去煸一下啊 火稍微小一点 火稍微小一点 咱们先把这个肉啊 肥肉啊给它换一下 炒一炒 让它这个油啊给它出来一点啊 让它这个油给它炒出来一些 让它这个油给它炒出来一些 哇 出油之后咱们把这个瘦肉啊 还有点姜点的倒入 好 谢谢 Zac肉 炒香之后咱们稍微喝一点老抽啊 喝一点老抽 先把那个肉啊给它装一点颜色 再把蒜苔放进去 开大火,炒一下蒜苔 把蒜苔炒软一点,颜色会去炒一个深的 香啊,这个炒出来绝对香啊 沿着锅边,咱们吃一点凉水 蒸个两分钟,蒸个两分钟 咱们炒这个,给它出现汤就可以了 这种蒜苔炒得不太长 这个菜绝对是非常下饭的一道菜 不错,不错啊,很香啊 来,炸火,咱们来个盘子,给它盛出来就行了 好香啊 香吧 这什么鲜鱼啊 鲜鱼,海鲜鱼 做了一个唐屋这边的做法 唐屋做法 用咱姥姥说的话就是 唐 唐屋的? 对,唐 噢,唐屋的 对,这个词我都发明不出来 我都说不出来 来,看这个非常翠绿啊,非常翠绿 行,开火 我感觉这个锅不用烧了,就直接放一点油 咱们把这个丝瓜给它炒一下 先煎两个鸡蛋吧 我觉得需要先煎两个鸡蛋 火开到最小 咱们撬两个鸡蛋进去 像这样,咱们先煎两个鸡蛋 火稍微大一点,咱们这两个鸡蛋给它煎出来 咱们来个丝瓜炒鸡蛋 火小一点啊,看能不能给它翻过来 咱们再给它翻过来 咱们再给它翻过来 翻过来再给它煎一点 来,咱们上鸡蛋 就是我给它切出来 OK 行了,接下来咱们就可以炒丝瓜了 再加一点油,看见油有点少了 丝瓜还是比较吸油的 开火 直接把丝瓜给它倒一下 开大火,咱们先把丝瓜给它倒软 很粘 吃瓜有点干了,有点干的话 要加一点水 再加一点水就炒 不要让它太干 可以稍微加少量的水 跟水一块炒 火一定要大一点 一会儿给它调软 看到吗 已经开始软了 这瓜软了之后 咱们来做点盐 稍微再加一点清水 咱们给它蒙个几两分钟 稍微蒙个几两分钟 稍微蒙火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鸡蛋搁进去 刚才切好的这个鸡蛋 咱们把它搁进去 开大火 像这样切人就可以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来一点小葱 放一点小葱 给它提一下馅 关火 咱们直接来个盘 给它盛出来就可以了 也是一道非常下饭的菜 夏天的时候 一定要多吃点菜瓜 给大家看一下 看起来还可以 蛮香的其实 真的蛮香的 好了 咱们简单的三道菜 已经做完了 我先尝一下这个海边的捞鱼 应该叫熬鱼 这个字 这个字 尝一下这个鱼 好香 西班你要不要过来尝一下这个鱼 我觉得这个鱼还不错 挺有劲道 鱼不错 再来一下这个 咱们这个叫什么 蒜苔炒五花肉 好香 这是什么 丝瓜 我觉得丝瓜很香 特别的鲜 这个字怎么念来的 捞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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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都不会 哈哈哈 反正大概是这么做的 拿那个咸水汤做的 怎么样 有点点意思了 有点意思了 因为它不是咸菜汤的 对对对 那你说是什么 你一讲多的是插鱼 不是插鱼 差不多意思了 差不多意思 对 咸菜汤是插鱼 我放了豆瓣酱 应该叫酱温 缩鱼 稍微有点辣 我估计是可能说有点辣 有点辣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没那么辣 我觉得还行 味儿不错 味儿不错 行了 我喊喊吃饭 有点这种 老海边的味道 是吧 嗯 行了 咱们吃饭吧 嗯 行了 下集视频我们再见 我觉得这个鱼捞出来 确实不错 嗯 拜拜